今天下午在曼哈顿华布的哥伦布公园举行了一场由纽约市警亚裔仇恨犯罪专案组举办的以预防仇恨犯罪为目的的防身术讲座 这是继本月在黄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之后的第三场讲座 这场讲座由Wayne的巴西柔术培训机构的教练向华布的民众教授基本防身术 Hasta纠阵香港生成长 attend火转场 今天我们率来说直接中奧ENT 是奥向上移动就须向劝 从前 admits我们被估 hacemos的 momentum 当做自阻亡的cómo 都是文細纫在带 Sterks 非常常确大ид desenvolv或有短盾的东西 今天活动非常火爆 有大约100人报名 由于疫情期间场地人数限制 除了实际参加讲座的40人以外 还有很多民众在等待名单中排队 虽然不能参与其中 也有录制视频 希望可以回去学习 他们都认为 现在亚裔仇恨犯罪猖獗 这样的讲座很有必要 学几招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也能帮助同伴 因为现在就发生了很多 这个攻击亚裔的事件 然后说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 来参加这个自我正当防卫的 这些活动和技能 疫情期间就本身 就是自己也想去学这个 然后现在觉得更有必要去学一下 想要保护自己 然后尽可能的可以去帮助同伴 如果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的话 不要主持说 Asian的都很多crime going on the subway 因为我都要坐 subway上班下班 所以觉得学一两招保护自己 我希望有帮助 但是我也希望用不着 因为我自己也有那个老婆跟孩子 我在想学习一下 也可以教他们 让他保护他们 纽约市井亚裔仇恨犯犯罪专案组 组长吴明恒也表示 这是第三次在亚裔社区组织这样的活动 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 如果遇到危险 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这就是第三次在亚裔社区组织的防范意识 帮助提供意识 和基本的技术 和基本的技术 和知识 和知识 犯罪防范意识 如何不成为一个犯罪 但在同时 当你成为一个犯罪的犯罪 你会有基本的技术 如何抵护自己 或者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特别是你能联系 和亲爱的朋友 和朋友 你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有这种活动 在每天的活动 吴明恒和凯文教练都提醒大家 在公共场合如何表现 才能不成为犯罪者的目标 你必须知道你的围团 第一 不要被犯罪犯 所以很多时候 侵犯罪人会找到 可能性的犯罪 他们喜欢在优惠 或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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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着强 你走到那里 有肯定 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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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优惠 当你做这些犯罪人 我不是说 它阻止他们 但它会让他们 第二次猜 我不知道 这些人 看来 他们会 成为一个好战 这些人 可以救你 从成为一个犯罪 此次活动合作方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说 这次依然为参与者 发放免费的黄色哨子 希望大家可以在遇到危险 和看到事情发生时 吹响哨子 对歹徒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他也表示 目前已经计划 6月5号 在纽约上周 举办同类型讲座 长岛地区的讲座 也在计划中 6月5号呢 我们会在斯卡斯德尔办一场 然后呢 可能在长岛也开始办 我们一定要 让我们的社区 要知道要防范 要害我们的人 怎么样来 去保护自己 контр band 摩托 他也计划 他工作只有 西东